我昨天半夜打給他 我就面對市集減傷 然後長輩不斷的過世 無助我打給市長 我想怎麼辦 他很冷 他跟我講說量學養 量來給我看 那後來市長一看 他說這不好啊 他說為什麼還讓他在那裡 我說不是啊 報告市長 我們會有那個照顧筆啊 市長破口大嗎 他說人都快死了 你還在一筆八 他說馬上給我送走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我們其實累了 十二點多一點多 就講說 市長我們真的累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啊那個 是他錯了 不是我們錯了 因為我們跟他講 沒有地方送耶 他跟我講說 啊那個是我錯 不是你有沒有錯啊 回家啊 我明天再來啊 我昨天半夜打給他 因為我新移區有一個 感染護中心 我就面對市集減傷 然後老人一直不斷的 長輩不斷的過世 他是一個很好很好的手掌 我打給他 他跟我的指示是 叫那個去量學 學養 然後就有回報給他 我們拍那個學養給他看 他在晚上十二點多一點多 還在看那個 學養 他跟我說這個傢伙不行了 趕快送了 對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 真有肩膀的手掌 不只是長輩 連這個護理師 護理長本身也確診 狀況越來越不好 那無助我打給市長 我還想怎麼辦 他很冷 平常跟我講說量學養 量來給我看 那後來市長一看 他說這不好啊 他說你 為什麼還讓他在那裡啊 我說不知道 不知道市長 我們會有那個照顧筆啊 市長破口他嘛 他說人都快死了 你還在一筆八 他說馬上給我送走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我們也累了 十二點多一點多 就講說市長我們真的累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啊那個是他錯 不是我們錯 跟我們講說 回家休息 所以我覺得 不容易的是 因為我們跟他講 沒有地方送 他跟我講說 啊那個是我錯 不是你們錯 回家 明天再來啊